就是真正能吹牛的是北京 因為我覺得他排在第七還挺納悶的 他應該排第七 挺委屈的是不是 對 真委屈他了 他講話就是吹起牛來就是 就非常會吹 嘴裡頭跑火車 太厲害了 你也太誇張了吧 小平 他們講話就是天花亂醉 滿嘴裡跑火車 讓你就是有點相信的感覺還是 因為他們好像自己都是皇清國氣似的 應該不是清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因為太吹牛 吹牛的人太多 甚至還出現了北京在全國最出名的吹牛醫院 治療吹牛的 等一下 醫院叫做 北京德聖門中醫院 德聖門中醫院 它有治療吹牛科 對 因為後來大家 他們北京人就發現吹牛是一種病 它叫狂躁病的 很有名在中國 好想知道 那醫生會開什麼處亂 有 有 有 現在是保護小喊 也許都是包含在某一個精神科範圍內 對 他說類似什麼科的 心領疾病 其實我覺得北京上海 來了 習近 我覺得北京上海吹牛方向不一樣 對 那個北京人 還有方向 那北京人吹就是大概是吹自己的權威 或者自己那個 他起碼沒有影響到那個什麼 對 像上海人吹的話就是那種 很虛榮那種吹 那種真的是那種小吹法 小吹 你自己都 自己都覺得 對 像我在上海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朋友 上海的朋友 他每次跟我講說 哎呀 你們虛榮人 哎呀 你這個 你看我的指甲 你都要去 該修修指甲了 我說指甲自己剪剪就好了 他說 我家庭主婦嘛 他說 哎 家庭主婦 我們也是在外面剪指甲 我從小媽媽都帶我到外面去剪指甲 我從來不在家裡洗頭髮 然後我從小都是用那個 拾手 那我媽媽 我幾歲啊 我十八歲的時候 我媽媽送我行的那個 那個行鳴的報告 就講的就是他整個就是一個千金 結果有一次 另外一個朋友帶我就是說 一塊去找他啊 就去他家找他的時候 像那個迷你剛剛講說 那個社區外觀還不錯 我去呢 根本就是我們閃現 覺得那是難民 難民 難民 就是進去了 就是上面全部什麼內 或者搭的那個密密麻麻那種東西 那叫十库門 是 十库門 一進他們家 門很小很窄進去了 大概可能有七八坪的一個房間 然後三層 上去的時候那個樓梯都是 好像是直角上去 滑上去 直角這樣上去 對 直角上去 結果上去跟他講什麼話 他哥哥還從樓上下來 哎呦 厲害 上面還有一層 結果你們你們兩個還閃過邊 這個這個可能那個 我有個朋友也是啊住上海 我說那你們家住什麼樣房子 樓中樓 我說有一天請我們去嗎 他們家的樓中樓是你進了屋 上另外一個樓要四角上去 兩角上不去 用爬的 就很窄的那個樓 你要這樣子上去 那等一下 那樓下不是他家 是他家 也是他家 樓上就隔起來都要這樣子上去 就是樓中樓 哎就講起來很好聽啊 那外文叫什麼 還沒說我還沒講完 請大家去證我一下 哈哈哈哈 你還沒講 人家很小平 你很難遇到這種你講不完的 哈哈 髮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